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区内建案已雨后春损 居住人口稳定成长中 新兴社区亦遭萧小觊觎 这也是居民的痛 因此持续争取装设路口监路系统 令萧小摩索遁形 进而协助警方及早破案 让李明柱的安心有保障 塑香在竞选中曾提出承诺 18日 特别邀请警分局等相关单位会看重要路口 将争取装设新的监睦系统 维护社区住的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卢素香 里长 觉得很重要 和蔡玉辉 台南市议员 2019年1月18日分享于Facebook 新东里人口8000余人为新营区最具规模的驱离 由于进火车站 台一线 中山高交流到交通便捷 加上文教区学风优良 社区内建案已雨后春损 居住人口稳定成长中 新兴社区亦遭萧小觊觎 这也是居民的痛 因此持续争取装设路口监睦系统 令萧小摩索遁形 进而协助警方及早破案 让李明柱的安心有保障 塑香在竞选中曾提出承诺 18日 特别邀请警分局等相关单位会看重要路口 将争取装设新的监睦系统 维护社区住的安全 卢素香 里长 觉得很重要 和蔡玉辉 台南市议员 2019年1月18日分享于Facebook 新东里人口8000余人为新营区最具规模的驱离 由于进火车站 台一线 中山高交流到交通便捷 加上文教区学风优良 社区内建案已雨后春损 居住人口稳定成长中 新兴社区亦遭萧小觊觎 这也是居民的痛 因此持续争取装设路口监睦系统 令萧小摩索遁形 进而协助警方及早破案 让李明柱的安心有保障 卢素香在竞选中曾提出承诺 18日 特别邀请警分局等相关单位会看重要路口 将争取装设新的监睦系统 维护社区住的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1日 公开会言 感谢观看